武汉兵衣館上个星期开始发放 感染中共病毒离世者的骨灰 3月29号有推友爆料 武汉领骨灰比想象的还要惊悚 骨灰全都是混合之后等分的 然后按照登记领取 还有推友爆料 火葬场一直都是几个人一起烧 武汉市民都认为 疫情期间家属不能去现场监督 很可能拿到的不是亲人的骨灰 有不少家属对外媒沉痛控诉 他们的家人并不见人死不见尸 举推友秦鹏爆料 关于武汉领骨灰的事儿 比你们想象的还惊悚 但是看起来这个版本更真实 更符合国情 并附上一张聊天记录截图 丽隆提到骨灰是有统计死亡登记人数 把骨灰全部混合等分 然后按照登记领取 是不是亲人那不重要 都是中国人 不登记就没有哦 这个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烧的烧不赢 它拖人家的几个人 拖在一个车上 你认为烧的时候 会把你们家单独烧吗 还坚图不为它能够进去 疫情期间武汉是不可能的 当时这么危险又不让出门 出门就人来 太可怕了 那么多人急火啊 开着民主 所以可能就有这么想法来 因为去购物在旁边看着 也没办法检验 大家有起疑心 这个很正常啊 推友江越碧流离曝光 大陆火葬场一直都这样的 几个人一起烧 烧完了每个骨灰盒咬几勺 剩下的集中处理 如果不想拿到别人的骨灰 可以加钱选择单独焚烧 亲属可以全城监督 并且带走全部骨灰 20年前上海龙华火葬场就已经这样了 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呢 网友雪在手中的附近于2月1号 因为中共病毒去世 28号他发微博说 没有单位或者社区的全城陪同 家属不能领骨灰 越想越气愤 他坚决拒绝陪同监控 所以至今没有领 推友李庆也发帖质问 你们怕什么 你们心虚什么 一个个对付 上各种手段 警察监控 因为你们怕广大的受害者家属 在一起找你们追凶 人为造成这次灾难的就是凶手 杀人的凶手 并附上一段未具名的视频 清明到了 武汉汉口殡仪馆等地门前 抬起了长龙 有的是一人领一家骨灰 有的可能无人认领 武汉人民几个月以来 流尽了一生的泪水 不追责 灵魂难以安息 秦鹏爆料引发推友热议 只有你不敢想的 没有CCP不敢做的 没有底线的政府 符合中共只有党性 毫无人性的特征 骨灰也共产 符合党的精神本质 从先前曝光出来的几个火葬场视频来看 死者都没有任何身份标记 直接排队等烧 所以是谁的骨灰 谁能分得清 所以关键时刻就暴露出 这个不负责的政权 新台湾记者熊斌黄宇宁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